早安啦早安啦 今天要來說說咧 當初戴宇的兒子剛生出來 要取名字的時候 三位婦女姑姑的我 竟然幫姿姿取了一個畢業樓的名字 更不可思議的是 在婦女姑姑的各種臉笑為之下 戴宇竟然真的同意囉 總結戴宇發生什麼事情呢 而戴宇又會知道這個名字的由來是什麼嗎 就讓我們 繼續看下去 就在戴宇的老婆 懷疑快要生出來的某天 戴宇就突然很開心跑過來 妹妹妹妹妹我兒子要生出來了 你不要幫他想名字 蛤真的啊我想嗎 是是我的腦袋中啊就立刻浮現 什麼江城啊 什麼魏無蝦啊 什麼藍望姬啊 什麼花城啊 什麼謝蓮啊之類的名字 還是都配上什麼冰淨高潔鮮度 搭載伊犁腦主啊 又或者是什麼美男旁行榜榜首 然後掰彎的傲嬌舅舅之類的 各種的腦內心爆 呵呵呵呵呵 真的要給我想嗎 我努力克制住自己主角母胖的表情 啊哈就叫做江城好了 蛤為什麼叫江城 你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 此時我的內心就看著吶喊 哼哥哥你真的要我說出來嗎 真的真的要我說出來嗎 哈因為那是我最喜歡的畢業樓角色啊 畢業樓哦 你看他多像 呵呵呵 想爆了嘿嘿嘿 所以指指的名字就是江城嗎 哥哥 不行我說不出口 就算是美空哥哥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也絕對會想要把我揍到牆面上 拔不下來的對吧 此時啊 不知道是求勝本能 還是開直播開久了 人家會能力上升了還怎樣 我只反應了不大一秒鐘的時間 哥 你看這個江字吼 用在名字上就有那種氣語宣揚 我聽起來就非常有氣勢又有大氣的感覺 長大肯定是不得了我跟你說 然後再看看這個層次 又有那種凝靜啊 哦清澈的那種感覺 你看以後的執著又大氣 未來又很不得了 但同時啊 他又是個靜的下來 然後內心非常清淡純淨的孩子 完美 簡直是完美了我跟你說 在講這些鬼話的同時啊 我還非常佩服自己哦 看來喔 開台真的是會冷笑的功力上升耶 竟然連氣語宣揚都說出來了 等等 大肯定會心臟我東西嗎 於是我用著水滑滑眼睛看向大肯 試著用我的念力來讓大肯同意 欸好像不錯耶 竟然真的相信我了嗎 只見大肯一邊說啊 還一邊很開心的跟嫂嫂說 欸我覺得叫江澄不錯耶 欸欸 哥哥哥哥不要這麼好說話 哥哥 我跟妳說這個名字有氣語宣 我的內心有很清澈的感覺 好像不錯耶 你太容易相信我了吧 給我多試考幾天啊哥哥 結果到了真正取名字的那天 大肯還很難過的跟我說 妹妹對不起啊 我老婆就要想好一個字 所以我只幫妳取了一個稱字 不過我覺得妳喜歡名字很好聽 也很吉祥哦 哼 其實我取的名字跟吉祥完全沒有關係 只是單純因為別有樓才取的啊 就像她過了很久很久 我還是沒有勇氣跟大肯說實話 於是 喔喔沒關係啊 畢竟取名字是你們取的喜歡嘛 沒事沒事啊 但我內心卻是 咬咻絕不能讓大羽知道我是拿單純拿VL名字 來取理知證的名字 3日後 以上呢就是 惡劣鼓鼓拿VL名字來幫吉祥取名字 結果還莫名其妙成功的故事啦 你們呢 你們有推薦的VL粉粉嗎 快來叔叔吧 這跟今天的主題完全沒關係嘛 掰掰 掰掰 拜拜